我們先來看到 因為這一次的民進黨 已經就成立了在昨天 同步成立了 敗選檢討小組 鄭文燦領軍 在PD上面 網友也就直接翻譯 這一份的檢討報告 10點如下 一恨賴清德銷聲匿跡 浮選不立 二恨王世堅挺黃珊珊眉來眼去 三恨高家瑜獨善其身 檢居港湖 四恨柯文哲靠攏黑道助選苗栗 五恨黃國昌胡亂爆料 展菜適應 六恨朱立倫操作氣寶氣更寶高 七恨侯友宜只想選舉 枉害 枉害兒童 八恨黃珊珊氣勢低落暗住萬安 九恨共產黨白紙革命 晚了兩天 十恨宜蘭檢太晚調查辦案遲緩 十一恨台灣大學染政治撤銷學位 十二恨台灣百姓湊高端不知感恩 希望蔡總統堅持路線 邁向2024 最重要是第九恨 第九恨對不對 白紙革命晚了兩天 對來太晚了 你怎麼知道這個白紙革命是不是刻意晚了兩天 好 我這邊 其實我這兩天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 因為我跑新聞的時間比較長 對 所以其實我有經歷過在上個世紀 就是1990年代 那時候國民黨呢 一次選的比一次差 終於到了2000年的時候呢 就這個敗選 然後呢失去了這個 這個政權 政黨人替的那一次 那麼我記得很清楚 其實在 1997年那時候的縣市長選舉 我想 這讓你應該記得很清楚嘛 對不對 1997年那次縣市長選舉 國民黨大敗 對 大敗之後的國民黨的氣氛 跟現在民進黨的氣氛 是一模模一樣樣 所有的檢討的方法 以及在檢討當中 所畫的那一條紅線 都是一樣的 就那個時候呢 必須想盡辦法 鞏固領導中心 鞏固什麼呢 就是鞏固李登輝 作為國民黨的領導中心這件事情 所以呢 所有的檢討 必須很小心的繞圈子 要繞開領導中心所犯的錯 然後接著就要在旁邊一直繞 一直繞 一直繞 於是他就只能夠 多碰肢節問題 比如說 文宣出了什麼問題啦 組織出了什麼問題啦 然後我們可能行政部門 可能什麼地方可以要協調的啦 如何如何的 就是這些不著邊際的檢討嘛 那其實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人民真正痛恨的是 那個時候李登輝所引進的黑金 貪腐 這件事情是讓人民深惡痛絕的 可是 因為你不能夠傷害領導人 於是你就只能夠在周邊 一直繞一直繞 而且所有的安排他必須要很小心翼翼 提出問題的人第一個要先被解決 不是解決問題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所以那時候國民黨內只要說真話的人 最後都退黨 那麼 我們現在回頭去看 民進黨現在的這個做法 為什麼 我覺得很像 因為 如果是在30年前的話 民進黨絕對不是這種檢討模式 那個大明大放 誰都可以檢討 黨主席犯了什麼錯 秘書長犯了什麼錯 然後呢 誰又犯了什麼錯 然後我們要開除誰 或者是說我們要怎麼樣 那個絕對是大明大放 民進黨現在口口聲聲喊要檢討 還成立了這個檢討小組 煞有其事的 但感覺起來 是不是怎麼都在檢討別人 要不然真正痛定思痛在檢討 就是已經離開民進黨了 或者是不在這個 核心的成員 譬如說游盈隆有老師罵罪凶 結果他被罵 他被謝志偉 助德國代表 謝志偉寫長文痛罵 痛罵他呢 就是因為 是不是俠淵報復 報復蔡英文 所以才會羞辱黨 羞辱總統 就是因為呢 你個人這個 完全已經 沒有在這個權力核心了 這樣罵了游盈隆一頓 這就是現在 此時此刻的 民進黨的態度 對所以 你現在你去仔細的觀察 就是他如果 去真心誠意的去面對 幾件事情的話 他就不是認真要檢討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其實等一下會看到 民報他們自己做的 那個民調 民報跟民進黨的關係 是非常近的 就非常挺民進黨的 他們所做的民調當中 我覺得最值得檢討的 就是人民不滿的是什麼 第一名是貪腐 第二名是黑道 那貪腐指的是什麼 就包括了就是 桃園市新竹市的 那一些公共工程 到底出現了什麼的問題 有人要去檢討他嗎 到目前為止 你看民進黨的所有檢討 裡頭有任何人提到 這一件事情嗎 又或者是說 比如說高端 背後到底有些什麼 樣子的弊端 你有沒有看到民進黨 有任何一個人 碰觸到了 這一件事情的一點點 你知道那個是一個 大農包 不能有任何人去搓他的 因為一搓他 可能就整個農 就爆出來了 那第二名是什麼 第二名是黑道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到民進黨 怎麼樣子去檢討 不管大家對罵來對罵去的 但是 有真心的 誠意的想要去檢討 黑道這件事嗎 繞過去了 對台南的88槍 有人開始思考這問題了嗎 在台北的 這一個私人會館的 聚會的事情 有人想要去檢討 這件事情了嗎 都沒有 沒有 連碰觸都不敢碰觸 所以 然後第三個 林志堅 當然這不是民報的調查 但是我們也很清楚知道 這整件事情的破口 是來自於林志堅 林志堅裡頭分成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堅持提名他 第二個部分是當他的論文 已經確定抄襲的時候 蔡英文下令全黨 要去支持林志堅 然後對抗台大 然後對抗中華大學 才會有剛剛這個 網友這樣子 開玩笑的說 哎呀就是很恨 台灣大學居然染政治 然後怎麼可以撤銷 兼兒的學位 但這一種 為了挺一個人 而不惜犧牲全黨 這個意志 是誰下的 是蔡英文下的 其實坦白說這真的是 洪耀蘭的責任嗎 真的是這個 他們這些競選團隊的責任嗎 其實都不是 我不管誰建議蔡英文的 但其實蔡英文要為這件事情 負最大的責任 但他們檢討來檢討去 沒有一個人敢碰觸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談的這三件事情 貪腐黑道 再加上這個為了一個人 毀掉一黨這件事情 他們如果要認真檢討 你如果說把這三件事情的 農包都擠掉 固然很痛 但是也許有機會 在2024年的時候 就結家 對不對 然後慢慢就 大家就覺得說 你真的是有幸要檢討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找鄭文燦 我覺得剛剛這個 鄭亮有提到說 這個牽涉到了 英系的考量 新潮流的考量 如何來結合 我覺得從派系的角度出發 它是一個 穩定大局的安排 都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他顯然不願意回應 民眾的看法 因為你可以想像到 鄭文燦他能夠去檢討 他自己任內的公共工程問題嗎 他能檢討嗎 他能檢討林志堅的提名問題嗎 他能檢討 挺林志堅的 就在論文被抄襲之後 還要挺林志堅到底的問題嗎 他能不能夠檢討 現在黑道路黨的這個問題 不是大家都不檢討 這是能夠傳過水無痕嗎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 聯想到在1997年之後的 國民黨的態勢 就是你所有的 當下的時候呢 你都會覺得那些安排很合理 因為兼顧到各方勢力 然後呢 不去傷害任何人 感覺上面就會平順 平穩 好那這時候我們再呼籲團結就好了 可是問題是 這種團結 它是團結在農包上面的 下面只要有人一搓 上面就是搖搖欲墜 所以為什麼在2000年的時候 他會形成一個很強烈的 希望政黨輪替的一股浪潮 那個背後就是 在1997年 給了你很大的警訊之後 你不去改變他 到了2000年就給最痛的一擊 我自己其實 有一點意外 我會覺得說現在的場景 為什麼會跟那個時候 如此的相像 就你不能夠 我覺得有 有領導中心這件事情 他固然在 做事情上可以很明快 可有領導中心這件事情 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當領導犯了錯 所有人都不敢說話 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 除了外圍的 比如說游盈榮還敢罵一下 蔡英文 其實坦白講 那個什麼 這個何志偉 高嘉瑜 他們點出了一點點的問題的邊邊 可是 沒有人敢去直指 請問一下 縱容黑道的人 只有洪耀男嗎 縱容黑道的人 難道不是蔡英文本人嗎 請問縱容貪腐的人 只有 有這一些衛福部的官員嗎 高端的問題 難道蔡英文不是力挺到底嗎 所以 我們不管講貪腐 講黑道 講林志堅 今天你是躲不掉領導中心的 如果你不去檢討這件事情的話 到最後 到最後就只能在邊緣打轉 以維持現狀 作為最高的決定 所以 你會看到 派系不斷的彼此之間交換 那這樣子的話 黨 就給你新潮流 然後行政院 就交給英系 就類似像這樣的交換 這個交換的過程 都 確定一件事情 保護領導中心 其實 我其實不願意看到 台灣任何政黨 會淪落到這個程度 因為每一次 一淪落到這個程度 它通常意味著 更糟的未來 謝謝